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這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想和大家說說 最近美國和日本依然在東海和南海進行反潛演習 似乎2021年很想編織一個在南海原理的反潛網 將中國海軍,無論是水上水下的艦隊 都圍在倒鏈之中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高抬貴手指 幫幫手按一按like,令頻道的發展更好 另外,亦可以訂閱後,按鈴鐺 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 好,我們回來了 主要今天想說說日本 亦有協助美國進行反潛演習 今次反潛演習,帶頭的就是JS Kager 即是嘉賀豪直升機的驅逐艦 今次日本和美國的艦隊 今次做,你觀察到 反而以日本作為Leading 即是Leading 再加上川宇級 川宇藍、川宇豪 帶上他們的直升機 另外亦有一艘潛艇 今次這艘潛艇應該是親潮級 但不太知道是甚麼型號 但anyway,都是很重要的反潛的實力 再加上日本的P-1 海上出落機 P-1的能力比P-3C更好 但與P-8A可能有一段距離 但日本都頗積極 將P-1做一個軍事外銷出口 他們都在南海裏做反潛作戰演習 再加上美軍本身的DDG 69、Amelius 再加一架P-8A 基本上報號蕩蕩,相當整齊 就是南海上空做反潛演習 我們會看到日本海上自衛隊 今次和美國做反潛演習 以日本海上自衛隊做大領 真是少些 亦都這樣說 今年的日本的IBD-21 即是我們說的印太部署2021 今次的任務其實比以往都是長的 以往大概是過兩個月就完 很多時候都可能是說 7月開始,9月就完 以天色來看,這些時間都相當好 但今年又不同了 今年印太部署由8月尾開始 到11月都還在進行中 今次日本很有心 印太部署2021任務做了很久 另外,他們有另一艘軍艦 不知火號DD120 之前和他們分析了 進行另外一些任務 現在應該慢慢加回來 這個IPD-21小組 接下來正路應該都差不多時候了 現在都十一月中了 應該都會回去 他們的軍港稍作休靜 不過我知道日本海上自衛隊 接下來他們依然會有其他演習會做 包括11月18日至28日 他們會在九州附近 展開他們一個水雷戰演習 今次的水雷戰演習 亦都會與美國海軍一起做 可以算是一個雙邊海軍演習 我們多次講過水雷戰的重要性 例如在附近的軍港封鎖水域 一個防守動進攻的姿態 其實水雷也是既便宜 即是我們說便宜、正的方法 亦都可以令對方要費時作戰的方法 以解放軍的海軍來說 他們的抗水雷、獵雷戰爭 暫時的能力較低 他們布雷和獵雷的能力 相對比盟軍來說低一點的時候 盟軍可以用水雷戰號整以下 然後再布陣 再與加班軍的海軍打過 所以這一個日本海上自衛隊 今次會派出17艘他們的素雷艦 都相當厲害 他打水雷戰 另外會有一艘素雷艇 兩架反水雷直升機 美國自己都會部署兩艘反水雷艦艇 以及兩部MH-53E直升機的情況 這兩軍的雙邊演習 其實也有多邊演習 包括會牽涉到日本海上自衛隊 美國海軍、澳洲皇家海軍和德國海軍 這就是其中一次的多邊演習 接下來會有第二次的多邊演習 亦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美國海軍 今次是加拿大的皇家海軍 都會加入 總共有20艘日本自衛隊的艦艇 40架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飛機 10艘美國海軍艦艇 兩艘澳洲皇家海軍艦艇 一艘加拿大皇家海軍艦艇 以及一艘德國海軍艦艇 大家還記得德國的艦艇 來了遠東 在東京那邊停泊 接下來最好可以跟西方列強的地方 做海軍演習 十分好 另外亦有澳洲皇家海軍 Warramunga 以及德國海軍大人號 現在他們在東海做監視任務 巡邏任務 我們多次跟大家說 支持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 都是持續他們應有的國家義務 另外加拿大皇家海軍的Winnipac 上次做了一個自由航行 出現了台灣海峽 非常勇敢的加拿大人 他們亦部署在沖繩附近 正在做港口訪問 澳洲皇家海軍的Brisbane 布里斯班號 亦都在日本附近 所以你會發覺 原來現在東海日本的頭 是很熱鬧的 真是前所未見 這麼熱鬧的情況 全部都會在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會發覺 現在美國和日本 他們為首 正在組織一個反華的海軍同盟 所以剛才你數一數 連德國的希臘都在 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如果能夠來 就可以看到 美國、日本、澳洲 就是膽 加拿大、紐西蘭 五眼同盟是齊 加上日本 其實都六眼 再加上德國 法國會否會來 英國現在似乎是半鐵腳 你會發覺加起來 八國聯軍也不止 上次有荷蘭和其他國家 加起來 所以是否2021年是一個非常熱鬧的一年 組成一個反華的海軍同盟呢? 無論是小粉紅也好 我們也是這樣說 我們都覺得這個態度 罕有地都覺得相當一致 至於我們說 反華的海軍同盟 比較重要一環 我覺得是在反潛那邊 反潛那邊 如果大家看地理都知道 包括第一島鏈的情況下 大家看到藍色的節點 就是所有這些節點 把中國海軍也好 俄羅斯 或者以前蘇聯的紅軍 都會把他們攔截在島鏈以內 第一島鏈就是第一線 外面第二島鏈 大家看到綠色線 都是一個外圍防禦支援的圈 大家看到藍色的位置 也是堵塞了那些洞洞 這也是中國潛頂最近 經常性都相當活躍的地方 包括吊源台列島 附近會出現這裏的93B 接著你會見到宮古海峽附近 接著你會見到台灣以東 包括宇拉國島和台灣之間 亦有054A軍艦出現 很可能的下方便會有潛頂 接著你會見到鋁送海峽 即巴士海峽的位置 接著你會見到菲律賓海 接著你會見到馬洛甲海峽 接著你會見到我們經常說的爪哇海 包括你會見到我們經常說的 順他海峽、龍牧海峽等等這些位置 藍色位全部屬於美國、日本、澳洲 來近東盟這邊組成一個 我們叫反潛網 他們要包圍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主題說到 反潛網的編織 其實你應該如何協同 不同國家去做這些演習 一個很重要的演習 我們叫做Caret 這個Caret 其實你當作一個協作的海軍演習 主要就是美國海軍的指導 不同的各國應該在海上 如何去做一些演習 執行在海事上 無論是訓練也好 救援也好 就是怎樣去做的 你會發現這個聯盟 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是大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整個東南亞 我們只有兩個國家是不包的 三個國家不包的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老窩 一個是緬甸 你猜都猜不到 簡報寨原來也是 簡報寨其實 我們說它叫RAM 雷武 或者我們中文譯做 雲釀海軍基地 其實之前 和解放軍緊密合作之前 其實它和美國海軍 也有很多的合作 美國海軍在上面 也有些基地 建築物其實已經在上面了 所以 簡報寨和美國以前的合作 也是有的 你會看到 這個Caret 其實都串通了很多東南各國 其實它不僅僅 它是伸延到南亞地區 包括我們說 斯里蘭卡 孟格拉 其實他們也有和美國進行 Caret 即是海軍上的不同 反潛也好 即是海上進行的作戰演習 什麼都好 他們上面也有聯繫 其實是最近的 真是11月 這個Brunai 這個文來 其實和美軍做了一次的演習 做這些演習 你不要以為每次都一定是一艘真船 其實很多時候反而是比較模擬 或者是作戰指揮鏈 在上面 即是我們所說的 教級和障級的溝通為主 最主要 其中一個 大家也不可以少看 就是海上的指揮鏈 command and control 要怎樣去做 因為所有海軍 大家知道 陸軍不同 在海上的協調 如何去做編隊 全部都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如果在這些位置去做過 最好不要亂來 即所有的步驟 全部都是由板有硬的跟逐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 其他海軍 他們的好好的學習要點 看看美軍怎樣去做 command and control 殺傷鏈是怎樣由上至下 去做到 怎樣去知道 敵方被摧毀 敵情 戰場的選管 應該怎樣去做 甚至乎連做防火演習都會得益 接著 另外 再早一點 9月的時候 其實在6月 那時候 在斯里蘭卡 也有跟斯里蘭卡 美國和斯里蘭卡 做了雙邊Carret的演習 斯里蘭卡我相信 也得益不少 但斯里蘭卡本身 其實軍艦也不多 反而在伊朗那邊 撅鑊了快艇 非常搞笑 也可能有參與到演習 以斯里蘭卡來計 都是讓他觀摩一下 美軍怎樣去做 一些比較簡單的任務 因為複雜的 例如你說 驅逐艦 護衛艦 做反潛 斯里蘭卡是很難做的 但如果你說 純粹在水面上 做一些搜索 人道救援等等 這些斯里蘭卡 反而又能夠學習到 一些精髓的情況 另外 印尼 其實也是一個大國 在公盟裡面 他們也有參加到 今次的Carret 2021 講起 他們也有派到幾艘 三艘護衛艦 參與今次的演習 他們會觀察到 印尼接下來 也有機會 要換很多不同的軍艦 情況 所以你看到美國海軍 當時也派出LCS 跟他們做一些演習 LCS 大家發覺 它是南海 其實都蠻適合 蠻適合它的脾位 第一 南海這個地方 可以快速航行 淺水和深水地方 也有 現在亦新配裝了 一些反南飛彈NSM 令到它現在的威力 跟以前不同 比以往更加把握 而它上面的直升機平台 亦可以很方便他們做到 反潛戰的任務 裡面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反水雷 一個是防空作戰 一個是反潛 所以他們三個模式 輪著作換的時候 其實對LCS反而在南海 可能能夠發揮到 它接下來一生的戰力 也不出奇 尤其是獨立級 真的可以大家觀察一下 說到印尼 其實他們現在這麼多的賭國 它本身對反潛這件事 其實的需求是相當大的 它亦在南海裡 與中國有少許爭議 包括納島納群島附近 這個尷尬的地方 在於曾母暗沙和納島納群島 是有重疊的水域 中國究竟跟印尼的取態是怎樣 印尼其實現在 全世界都真的要看它頭 究竟它怎樣 大家觀察一下 它怎樣協作的話 它倒在哪邊的優勢 是相當大的 大家都知道 印尼其實在南海反潛的角度 包括他們很重視他們的水下潛艇部隊 當時 即是今年早些時候 他們有一艘潛艇 在海下出事 全艦官兵都死亡 相當可惜 但也喚起印尼 要知道他們的潛艇部隊有不足的地方 甚至乎他們連反潛的力量都不足夠 大家也知道印尼 理論上附近的鄰居 你會看到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 印尼當然與澳洲 夠不夠都會做一個軍議 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說過 Niel Horace 2021會兩年做一次 它與澳洲關係一半 但澳洲會否寄予印尼呢? 未必會 但澳洲在印尼旁邊 巴布阿辛基內亞 其實亦有設立基地設備 協助巴布阿辛基內亞 始終近輪不會是木輪 所以這麼近的話 對印尼來說 都會有一定戒備 但印尼現在最新的敵人 會否是中國呢? 因為中國亦不停派出海警船 海信民兵 有時都會騷擾到印尼的漁民 印尼的漁民和馬來西亞的漁民 其實有時都會被中國民兵 或者海警船騷擾的情況下 印尼究竟接下來會怎樣? 包括他們外面 即是對出的海島入面 他們的主權 所以他們也要面對著中國 尤其是我們剛才說過 可能會穿越到他們附近的海峽 包括龍牧海峽、順達海峽等等這些地區 真的太多島嶼 所以他們做一個反潛戰 其實亦是相當必須 所以他在南海中的反潛的態度 究竟他是傾向中國 還是反過來想禁止對付中國 就很重要了 印尼當然也有一宗交易 其實Telon Ficantieri 即是意大利的廠 其實也有商量的 即是想買六至八艘艦艦艦 這些艦艦艦、老實說 對印尼來說很重要 即是FRAME護衛艦 而他們 screech risk recommendations 有 duplicate喔best 及取代更新一些 他們較舊的護衛艦 precision 我們都會觀察 其實Ficantieri將係他們 nou practical 看見咚究竟 Ficantieri和他們談究如何? 正路 Vicantieri取得這個交易的情況也頗為樂觀 提及Framme的維藍 6,500噸左右 其實它本身的動力都是相當不錯的 武器來說,有VLS 又有反潛戰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一個Modular設計 反潛戰、防空戰、通用版本全部都齊 我猜如果是印尼海軍,它們都會用通用版本 不只是用反潛戰 所以以印尼來說,買到六至八手 現代化海軍事實上都相當不錯 但你永遠都是 你要在南海組織反潛網,無論如何 你要做一個示範作用給東南亞各個盟國看 因為加入和未加入的盟國 他們都會看美國現在有多有誠意 在南海這邊保護他們 所以美軍今年2021都派出了 他們最強的組合,即是最強的CP 包括最強的航母,戰神卡爾文森號 大家都知道它,黑黑有名的一艘戰艦 各大戰役你都見過卡爾文森號 現役戰艦最強的 再加上當今世上最強的五代戰機 叫F-35,這叫藍載機 它和所有這世界的藍載機 都會有一個代差 優勢十分明顯 而它的作戰半徑 亦比傳統的藍載機大 所以說它遇上,其實也沒有什麼對手 鎮鋒不是它對手 印度的米格29K應該都不是它對手 唯一的艦載機對手 老實說,只有俄羅斯的米格29K 但不好意思,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都好像暴廢 而來近2022年出出力,仍然成問題 唯一可以對抗到只剩下中國 中國有山東號和遼寧號上的簽15 這也是屬於五代的藍載機 又似乎沒這麼早可以出來 現在才開始授飛 起碼出得來都要說五六年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到 現在美軍不斷部署F-35C上艦 林允號來近 我們似乎看到它會接替卡爾文森號 在加州海岸對出做一個come2X 隨時完成之後 我估計大概聖誕節至夏年年頭 卡爾文森號就會回到聖地牙哥 林肯號可能就會出來 到時接替卡爾文森號 繼續有一隊F-35C的中隊 繼續震懾著西太平洋 和其他國家野心家的情況 你也看到P-8A的身影 經常性亦會在台灣附近 巴士奧亞附近 經常性亦會出現 這亦被東南亞盟國 東盟亞觀察 究竟美國現在的反潛網 即成怎樣 以往只有美國自己一個 在做反潛網 究竟加上日本 現在開始有了AUKUS 將英國和澳洲 拉入西太平洋本土 再加上美國和日本傳統的拍檔 如果能夠再加上域外的力量 包括加拿大、紐西蘭、荷蘭、意大利等等 再加上東盟的力量 其實這會慢慢形成我們剛才所說的 即是對中國強而有力的反潛網 好,這一節 我們就說到美日和東盟 慢慢練習如何收緊解放軍 對解放軍的反潛網情況 大家記得如果喜歡的話 就幫忙看看廣告 又長又短 另外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PATREON頻道 三十多元價錢 但是很能幫助我們手 每天廣東話軍事放鬆 也要大家支持 另外課金可以有恒生銀行、Payme和轉速快 另外開通了PayPal帳 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 好,大家在下面有多點留言、like和share 例如說,可以說一說 你覺得解放軍的反潛網 你覺得有什麼地區需要加強 有什麼國家需要加強等等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我是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的實際化學消息再見 拜拜